音樂 因為我們自己也會老 看到老人家 沒有人要幫他們服務 因為流口水 還會拳踏腳踢 一些弱势团体 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助 看他们的喜悦 我们是蛮开心的 从市区一路往山上开 路越来越窄 拖着一辆小巴士 一件车转弯时 摇摇晃晃让人捏把冷汗 每周一次的下乡意见 都充满考验 一件团团长郑伟帆 休假日固定早上六点起床 从桃园赶车到新竹的仓库 准备让四轮小老婆 出来见客 前置作业要一个小时 光是休旅车跟露营车的街头 要对得稳对得准 郑伟帆就得上下车好几回 车子接头对准了半小时过去了 最终步骤 抹布干湿各一条 清洁他也包 这辆露营车跟着郑伟帆四年半感情深厚 从2018年7月开始进行驿检 行影不离走访全台40个乡镇 驿检的时候 就是可能一些设备没有很好 就是可能会摆个桌子摆个镜子 或者是说在树底下就开始剪了 户外驿检的话就是比较闷热 然后就是你的法屑会到处飘 然后天气热你在太阳下也坐不住了 决定是用这个驿检 就是露营车来改造一家驿检车 刚开始那时候也是为了他去学拖车 跟考那个拖衣驾照 郑伟帆热心的天性使然 跟老板一起投资300万 花了四年做改装 在露营车内加装两个气垫椅 配上简易的清洁设备 行动理髮店就此诞生 只要是车子可以到的地方 一剪车就能到场服务 纵使是外道 一剪车曾经搭着渡轮 跟着震伪凡到澎湖 打破地缘限制 吸引了更多发型设计师 一起下乡做工艺 我觉得我们一技再生 可以服务是很好 家山上的不方便出来的 或是说行动不方便的 有的坐轮椅的 我们都会去 设计师本身都是从 本身他们都是有店家在经营的 那是用他们自己的嫁出来做这件事情 也有高雄的来 也有斗六的那边的设计师过来 都有 抵达苗栗山区已经是正中午 气温二十九度 郑伟凡找了四个插座 东奔西跑调整延长线 冷气还是没有动静 没有事业 多冷啊 只见外头已经排了等候人龙 像今天来的时候 他这边现场的电力 可能太多人共用 电力不够 就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件事情 准备发电机 随时在车上待命 经过四个小时的准备 行动理髮店正式开张 你要怎么剪 我妈叫我上来剪 我叫你上来剪 剪刷一点就好了是吗 好 那我旁边后面跟你推高 好不好 郑伟凡穿着围裙戴着背雷帽 在偏乡仍然有形有架势 梳子剪刀来回挥舞 短短十分钟 小学生展现潮流感 睽文五年再次操刀 是为了公益 去教养院的时候 有的那个就是 比较直软一点 或是脑麻的 对 他有的还是 有的还会挑设计师 对 他要给那位姐姐姐 对 他们就是 你要有耐心跟爱心 他才比较会有安全感 比较市区的设计师 可能他们的整体的受训程度 会比较好一点 对 钱比较多 然后让那个山区的小朋友 或是一些比较南下乡的人 可以有这样的服务性很好 要定高吗 不然阿姨剪不到 我们要开始了喔 今天很帅喔 好可爱喔 耐心一定要有啦 有一次那个小朋友啊 他抢我的剪刀 要玩 他们就是 智商已经 就是不足的那种小孩 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用安抚的心态 说这个不是玩具 跟着郑伟凡一起走访 偏乡的发型设计师 都是店长等级 经验超过十年 在都市替人剪髮 一颗赚三百块 在偏乡有时补贴油前 还可能倒赔钱 成就感来自偏乡小朋友 老年人便自信的眼神 跟感谢的笑容 身体力行还是不一样的 对 你有亲身去做 在我们工作上 发挥我们的专业的 那是更快乐的 我们想完成说 台湾全省三百 其实多个乡镇 像部落啦 像一些山上 一些 或者是弱势团体 这些都可以的 益检团牺牲假期 每周出动 九个月内努力走访了 四十多个乡镇 完成一千六百位民众益检 做工艺不容易 渺小力量还在发芽 我们希望的 台湾全省的设计是 不管是我们的还是外面的 我们是希望大家一起参与 就是做爱心这个部分 益检车持续行走 爱心剪刀手不眠不休 努力让偏向开出 爱的花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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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